各位看中国网友大家好,今天是平安夜明日是圣诞节,首先我在这里向各位看中国的观众网友 致以节日祝贺,祝你们平安夜,圣诞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一集想跟大家讲一讲,欲家之罪何患无耻,打压星火,激起民愤 日前警方高调宣称,拉了几个人将星火联盟七千多万存款加以冻结 罪名叫洗黑钱,这件事激起了全城怒火,因为古语有说欲家之罪何患无耻,这件事是典型的欲家之罪何患无耻 众所周知,所谓洗黑钱的罪名,大家都明白,首先前提说那笔钱是犯罪所得 市民警方有何证据,星火联盟七千多万香港市民众筹得来的存款是犯罪所得呢 这七千多万存款,警方又知不知是涉及几多市民捐款,而且这些捐款你凭什么认定是犯罪所得呢 如果你不可以确认这些七千万捐款的市民来说他金钱的来源是犯罪所得,你凭什么人洗黑钱呢 因为洗黑钱本来是犯罪所得,经过一定的投资手段的漂白,令它成为合法化,这个过程是洗黑钱 所以来说很多星斗市民是激于对反修例运动的支持,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逼迫发出最后的敲声,而在反修例运动过程当中 不少抗争者被捕,不少抗争者被打伤,不少抗争者生活无着等等,不少抗争者因为参与抗争 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反过来被固主开除,令他们两参成问题 在这情况下,香港广大市民发扬手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狮子山精神来捐款 可能有些人捐几十元,有些人捐一百元捐两百元,聚沙承托集疫承求而形成七千万元 即是升火联盟的存款,用来抗争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有伤病需要救助 以及牺涉到法律诉讼要打官司等等,来帮助这些抗争者 所以第一,钱的来源相当明白,是市民出于反修例那种万众一心 团结互助的精神来捐款而来,根本绝对不是犯罪所得 第二,因为这七千万捐款牺涉的人我相信是数以万计 数以万计的市民来说,他们几十元也好,几百元也好,几千元也好 你凭什么说这些钱是黑钱,凭什么认为这些人犯罪所得 这不单是对升火联盟几个管理人员的政治迫害,更加重要是对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捐款 的市民尊严的侮辱,对他们名誉的打击 所以我认为警方对升火联盟,扣上一个所谓洗黑钱的帽子来说 是非常不道德的做法,也是毫无法理依据的做法 本来来说在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之后,站在历史错误一面的建制派兵白如山倒 这个港大市民用手中的选票对这些站在历史错误一面的保皇党进行了狠狠的惩罚 所以运动原先由于政府逼上梁山造成一些暴力错误行为或犯罪行为已经大大降温 由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以来,整个香港局势已经是趋平静了,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少了 大家当然希望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圣诞,真正平安的平安夜 但警方日前这样粗暴的去砌生猪肉,说这个升火联盟的七千万里面是洗黑钱的做法 激起了全城反修例市民的一行怒火 他们变成了当中有些少数的激进人士被这些去火遮眼的时候 真是搞不定今晚的平安夜并不平安都有可能 如果因此而导致暴力事件发生,搞到大家平安夜并不平安的话 这个悲剧是谁去造成的呢,是谁去衍生出来的呢 所以我觉得警方今次对一个升火联盟打压来说实在是太老妄,太愚蠢,太不智 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有今时今日的国际地位来之不已 香港本身的法制环境和香港市民的素质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拥抱世界价值的做法和103万、200万、170万、80万这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 去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这些是理所当然得到政府的回应才对 常言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对于市民所提出的五大诉求,政府本身已经回应了第一项诉求 撤回了这个修例,但对于其他的诉求,政府应该开箱建成正面去回应 哪一条可以做得到,例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应该做得到,因为不单止在整个反修例 运动过程当中,警方有些不尋常的做法,例如721不见人,831怀疑打死人 这些是否要查清楚,究竟元朗的721事件有没有警察勾结,究竟831太子地铁站有没有打死人 是要通过独立调查委员会来查清楚才行,你现在下下说有警监会可以,有监警会可以 不可以,林郑娥邀请了五位国际知名专家来审视监警会的职能,结果到头来 这五位国际专家就请辞认为监警会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没有这样的能力 能够将这个事情的真相去查清楚,也不能够检讨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 作为以后如何改正应对,所以提出的意见已经是对林郑娥邀打了响亮的耳光 再何况在内地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低智商民族主义的宣传当中 乱说二十四说香港这个反修例运动是港独暴力,是颜色革命,是什么外国势力策划 就去查,成立独立独立委员会正好查这个空空烈烈的反修例运动到底是否港独暴力 到底是否颜色革命,到底是否外国势力策划,为何不去查 所以这件事已经得到百分之八十几个市民的高度共识 林郑娥为何只成立一个所谓的检讨委员会而不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如何站住脚,又比于其他要求来说实现一个双普选施算 我都曾经N次提议过,就算你不是明天可以实行双普选 面临一个中国要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六十八条,附件一附件二 大家都知道这个工程很艰巨,道路也很漫长 但为何不能接纳我的意见就是立即成立一个政制改革 咨询委员会,也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二十三条立法咨询委员会 两个咨询委员会吸取上世纪八十年来中期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那种民主协商很成功的经验 来到大家进行一个集思讲益,百家争名,来到最后凝聚到一个政制改革 那个方案出来,同时回应中央政府的关注 也去区分好内地和香港对维护国家安全罪与非罪的区别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香港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方面取得平衡 而进行二十三条立法,这两个咨询委员会为何不成立 所以我觉得政府内该做的事他不去做,应该解决的事他不去解决 到头来正路不走走歪路,无端百事找个星火联盟 那七千万来开刀砌人生猪肉,说什么洗黑钱,这样做的话 不单止没有回应港大市民的政治诉求,反而是制造了更多问题 令到香港我们求稳定求和谐,求发指的主流意见得不到一个落实 令到我们香港希望真的恢复秩序,恢复安宁的能够安居乐业的愿望 也得不到实现,这个究竟是谁知过呢 我相信林郑月娥这个政权来说应该要好地检讨 以及警方也要检讨自己的做法,以往香港警队被认为世界上最文明 最专业的警队,何以现在落到不择手段缺乏底线来 所以我觉得也要好好地反思,多谢各位